出路的蟹蟹要在海底尋寶 現在遇到了第一隻蟹蟹 這隻叫做森銀蟹 然後他怪怪的 他那個睡眠不足 所以整個眼睛要變黑了 誒誒不知道 誒一開始而已 你只有一堆人打一個喔 靠 現在都死掉了 這也太快了吧 才剛開始沒多久就死了 這個遊戲還太魂了 真的太魂了 他死了之後 掉出來的東西 假如說沒有去撿回來 第二次死的話就會消失了 所以這要注意一下 然後接下來來到主線 第一個城堡的入口 那這邊根據公爵夫人的命令 是不能隨意進入這個城堡的 別說三回 他在說你裸體 裸體的人不能走進去 不能穿著睡鋪進去 會被砍頭的 免費服裝喔 交到那個出場室去那邊 社服中心 可以找到衣服穿 這邊看到一台自動販賣機 這蠻厲害的耶 他沒有電的狀況 他竟然還可以那個 配對那個罐子 穿上這個罐子就不會裸體啦 就可以去見公爵夫人了 其實 不是 我不是 我不是說我應該要拿一票嗎 你覺得自己是法律 但法律是不容易被破壞 我只有能力 我們在上升 我們在上升 我真的抱歉 我會去回頭的線 好嗎 你應該很幸運 我會拿你的手 像我會拿這些 這些無敵的 罐子 來啊來啊 打我啊 笨蛋 他範圍攻擊也太引機車了 他還後踢喔 他蓄力真的是有點緊張 其實稍微抓到一點技巧 不要叫我啊 烙頭咖 啊 靠 殼快爆了 要想辦法換個殼 換一個 才會再擔兩下就有機會了 太好了 有跟打 你回來了 暴露狂 該真的有這 香蕉培 我的香蕉皮比較輕喔 哈哈哈 戴著香蕉皮 我不會 好像是西邊的塔 然後前往洞穴 這腳去找到 隨時他的獎稅期限 OK 謝謝 我不會讓你降 我還想說 那在進到下一個地圖之前呢 要先去拿一個關鍵道具 拿到這個道具之後 我們就可以爬到比較高的地方 鯰魚線 用L2去勾住那個魚網 用這個釣魚線之後 我們就變成那個spider蝦 spider蟹 前面有個蛋塊頭 哇他拿著那個捏 這是酒瓶嗎 沒有 這是那個蛋豬汽水的玻璃瓶 玻璃罐 那個超硬的超厚的 被打到這應該蠻痛的 要稍微閃一下 後排很濁的 後排很濁的 拆一下拆一下 拆一下 不行 不能死 又下 水啦 原始珍珠 嘿嘿 我不知道不知道你有沒有看到 但你的保守在那裡走狂 第二次回來那個公爵 怪怪的 噴汁啊 怪怪的 那個城堡是他自己拆的 這個無敵的生命 會很容易清潔 像任何其他人 差不多 很容易 小蛙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嘻嘻 我們先打他的話 其實就是他的 攻擊距離蠻長的 要稍微注意一下他的動作 然後再來就是他會 吐那個 黑色的 假如說 他有吐的話 就盡量不要靠近 欸那個會中毒 中毒 中毒之後 你要補也會 真的很麻煩 看一下 所以他有吐毒的話 就盡量不要靠近 不要踩在那個 黑色的 那個 嘔吐上面 這樣會死的更快 那就稍微 躲一下 防一下 因為他這個 場景 其實他的 罐子蠻多的 可以打蠻多效的 所以 不用客氣 直接把他 擋起來 然後再打 就比較無 差一點差一點被抓到 他這個蠻機車的 要吐這麼多 真的蠻噁心的 轉圈圈 還有他那招沒有打多少 剩沒多少斜了 加油加油 有遠光的話 盡量全部都放出來 這樣會比較 輕鬆一些些 再打兩下 水啦 衝刺石 L1 這我知道 要跳啦 我以為就直接滾下去 他就會那個 來啦啦 準備好啦 無敵風火輪 衝啊 跳 再跳 一三跳 終於到了 建議各位可以入手玩看看 還蠻不錯的 好的 那喜歡我的頻道 歡迎各位可以訂閱 按讚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是Sender 祝各位遊戲愉快 再見